S8.5 家破人亡 七怪兽 这S8.5马上就要登陆村府了 有的兄弟们怪兽还没认权呢 所以今天就纯玩一手怪兽 先说一下怪兽羁绊的效果 每上场一只怪兽 怪兽羁绊就会增加1 上场相同的怪兽 怪兽羁绊不会改变 怪兽羁绊最多可开到期 你看你慢了 怪兽联合呢 八怪兽集体飞升呢 现在改都不改了 你的承诺呢 你的担家 自己开发 说一下怪兽家族的人员变化 张良和安琪拉被删除了 规规没动 可能设计师也觉得 他俩的技能设计上 确实有点抽象 新增三费卡别光莫干 莫干娜的技能 简单来说 有点上面二者结合体的意思 开始缝了是不是 这里我要说一下 这莫干娜呀 它是后排 别再狂图反甲龙牙的 放前排了 你当它黑白膜呢 四费新增了剑膜 走了爸爸人 大家都知道了 总体上就是这些改动 知道是S8.5更新 不知道以为打了个补丁呢 彩色海克斯开局 这三个都是勉强能接受的地步 彩色的刷一下也不亏 幸运手套不错 惊天魔道怪兽团呢 都敢 回来换成三未来战士和二星大蒜 开局彩色羁绊 不出意外的意外制裁五人口 老八契约七人口 我是整整四连拜 直到野怪之前 我他妈来了 哥们你升级low不升级 断我连拜你真无敌呀 我浑身难受 三个二来狼人 但AI的效果一般 有时候我真的很不理解设计师 狼人他不像怪兽吗 威骨斯不像怪兽吗 偏偏莫甘纳成怪兽了 他还是吉祥物 你看他哪吉祥 万万没想到 专精装拿着净花水月 提升一下现阶段的战力 回来把偷偷换到狼人身上 一波四连上来的野怪 狼哥就给了一个斗花 这幸运手套拿到现在呀 就俩偷偷 太失败了 来到最后一个海克斯 万金由珠光拿下 继续连上来的大选 头子高建林 这么帅的吗 你好 是我想多了 我第一啊 咋可能拿到啊 这局怪兽来的太少了 我以为新赛季 改叫怪兽撤退了 怪兽太少了 直接把头子用了 直接就辨证怪兽 除了腰指音 都换上怪兽 四杠七 又嫖了一张大桥 打完东皇哥回来 再给大桥一个偷偷 六怪兽 就差阿尔卑斯了 五杠二 拉到九人口 最后一只怪兽 S8.5家破人亡七怪兽 已经就位 这你马是晒哥追我呀 那我能咋办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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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